我們現在開始的畫面是 比亞迪號稱現在是全世界賣的 最好的一個電動車 而且他們現在已經有自駕車的功能 結果現在畫面 他在開著開著 旁邊的銷售人講 沒問題你把手放開 手放開手放開 就撞上去了 沒有錯你看到了這個比亞迪 是最近這個大陸的這個民眾 因為他實在氣不過 你看他在試駕的過程當中 旁邊的銷售人說你把手放開 他有點緊張 後次他放開就放開 他說這個不要動 就不要去動他方向 他說前面有白車撞上了 你趕快踩煞車來不及碰一下 真的撞上了 他不是有自駕嗎 所以對 你的質疑跟 而且銷售人還跟你講 他本來想要手要握方向 還說你不要摸 他有點緊張 你要相信比亞迪 他手還在放開 他還指著前面有白車 他說會撞上去 他說沒關係你不要動他 他說還不動啊 不動就撞上 他說你就不要動 他說撞上了 然後銷售人跟他說 你踩煞車 踩也來不及了啦踩 你這個時候就已經撞到人家屁股了 就已經追撞了 真的撞上去了 他跟他講說這有智慧駕駛功能 他會自動判別 他會智慧的這個識別 那多糗啊 對 這個賠錢四小 這丟臉丟大啦 你簡直在秀你的下線 這台車你不是號稱智慧駕駛 跟自動的這個功能 你叫車主把手放開 結果是造成了這個車禍失誤 而且這還是想要買比亞迪的這個車主 所以他後來氣不過 他把這一段影片放到了這個網路上 當下他還這個聽得到說 那個這個銷售人員一直跟他講 你把手放開不要動 後來最後車撞上了前車了之後呢 那個想要買車的車主 就問這個銷售人員說 你不是說這個沒事嗎 你不是說他會自動判別嗎 結果這個銷售人員說 我以為他會自動炸車 我以為他會炸停的 你以為你們兩個人拿自己的命去賭 那個比亞迪的性能啊 也難怪這個事情再度出包之後 也證實了說最近比亞迪 一連串一直出狀況 也讓所有的這個民眾 在中國大陸網路上都炸鍋了說 你這不是開玩笑嗎 拿了命開玩笑啊 好的 剛剛講的 現在比亞迪他這樣照講 你的銷售額是增加的喔 可是你的銷售額增加 你的出口卻是減少 代表什麼 你現在比亞迪只能在中國銷售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中國現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是 本來你是世界的工廠 你生產的東西 你可以向世界去銷售 結果現在世界都給你築起高牆 你現在東西賣不出去 東西賣不出去 中國就出現一個非常恐怖的內卷 這個恐怖的內卷代表什麼 現在自己殺自己 然後很多人就沒有工作 很多人就失業 所以我剛剛講 現在中國人不改消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 這個比亞迪的狀況 就印證到說 中國現在的新能源車 你是不是這個產能過剩 之前中國大陸的這個 兩個汽車的這個 未來汽車跟他們的這個 比亞迪汽車 兩個老闆在 彼此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說欸 因為消價競爭有什麼好處 那其中一個老闆就是 消價競爭你就會造成這個 這個市場上的這個混亂 而且是偷空減料 那另外一個說不會啊 這是一種良性的競爭 其實我沒有想到 後來發現很多電動車 還有一些車輛 他的這個屁股啊 他的這個板筋啊 被那個三輪電動車一刮一下 整個就拉起來了 還有發現那個下樑上面 他的這個保險桿啊 竟然有木頭 他說難怪消價競爭會那麼便宜 木頭 你用木頭裝在那個保險桿裡面 那怎麼裝就好 就壞了嘛 所以出現了這些後遺症 你能說 他是不是已經走到窮途末路了呢